唐玉环 出身名门 卓而不凡 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武惠妃死后 她以羞花的容貌 风韵的身姿 和优越的自身条件 迅速赢得唐玄宗的垂爱 白居易曾这样描述这段旷世奇恋 在天愿作彼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但是 获封贵妃一年后 杨玉环便被唐玄宗赶回了家中 这是为什么 又是什么原因 使得杨贵妃的三姐 国国夫人 成为画家张轩反复描绘的对象呢 杨贵妃的父亲杨玄远很早就过世了 她的叔叔杨玄归呢 把她养大 玄宗封杨玄归做光禄卿 唐兄杨仙为红卢卿 唐兄杨琪娶了太华公主 受驸马都位 杨贵妃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姐姐 那么唐玄宗呢 就安排房间 把这几个一块儿迎入京师 给杨氏姐妹家封国夫人 大姐封为韩国夫人 三姐封为国国夫人 八姐封为秦国夫人 白鸡玉的长恨歌文笔无可挑剔 但她最大的失误 是把唐玄宗和杨贵妃 写成了惊天动地的爱情关系 当我们认真地分析这段历史记载 发现他们之间 其实是一种交换关系 杨氏封为贵妃仅一年 就被唐玄宗给赶回家去了 但是这个贵妃回家以后 玄宗又后悔了 就再招杨贵妃回宫 而这个行为呢 又得开出巨大的价码 就是给杨氏姐妹 每月各赠纸粉费十万钱 唐玄宗还称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为姨 他们并成恩泽 侍卿天下 每命赴入见 玉真公主等 皆让不敢就位 更不像话的呢 是还有一个远房兄弟杨昭 这个人的祖父 和这个杨贵妃的祖父呢 是兄弟 也就是他们是在曾祖父 这一辈上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人呢 本来就是个世警无赖 无业 经常是欠账不还 四十多岁 无所作为 在别人的引荐下 见到了这个杨贵妃 那么就在唐玄宗与杨氏筑姐妹 玩纸牌赌博的时候 那时候没麻将啊 是纸牌 玩纸牌赌博的时候呢 这个杨昭啊 在一边计算赌账 后来 唐玄宗给这个杨昭呢 刺民国中授予官职 到后来啊 达到身兼十余职 操纵朝政 杨国中的儿子杨轩 参加科举考试不合格 而考官呢 就不敢公布结果 就这样 杨国中还说 我儿子怎么能让你们欺负啊 通过唐玄宗 直接任命杨轩为护部侍郎 上朝时候 跟考官并肩站在一起 唐玄宗还亲笔为杨氏 御传和书写了家庙碑文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 姊妹弟兄揭裂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随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国国夫人 排行第三 是杨贵妃的三姐 以天生丽质自美 据说是不擦粉的 因为粉会盖住 他那个更动人的皮肤 国国夫人淫荡不及 与唐玄宗 还有点眉来眼去 又与杨国中有私 唐朝张户之云 国国夫人成主恩 平民骑马入宫门 却嫌纸粉乌颜色 淡扫峨眉朝至尊 在杨宅当中 各地来行贿的人 但惜不绝 官吏有所请求 只要得到杨氏的推荐 都能够如愿 随着杨贵妃的宠狱加深 尤其杨国中 和夫人们的宠狱 玉龙 他们相互 盖房子 修宅地 互相攀比 一看到别人盖的 比他自己的更加红利 那就推倒重建 每建一堂 都花费千万两以上 土木之工 昼夜不惜 这其中呢 又以国国夫人 最为奢侈 所建的新宅宅 所建的新宅员 仅仅是粉刷墙壁 就用钱二百万冠 粉刷工匠呢 还要求再加厚赏 国国夫人又给降罗五百匹 此外 即使在豪门当中 国国夫人也是极其专横的 《明皇杂录》中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是韦斯利呢 在瑞宗的时候 官至宰相 他去世后 韦氏一族 仍有弟子在朝廷做官 因此呢 也算得上是个大家族了 但国国夫人 却丝毫没有顾及 有一天 韦家人正在屋里面午休 国国夫人在一群侍女的环绕下 说说笑笑 庞若无人地闯了进来 他傲慢地问 听说这房子要卖啊 多少钱啊 韦家人说 这是仙人留下的宅子啊 不卖啊 话音还没落 转眼之间 国国夫人带来的人 已经爬到了东西厢房上 仙瓦去了 韦家人无奈啊 只能拿着琴和书 站在路中间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房子被拆 最后呢 国国夫人没给一分钱 只留下一小块地 给他们居住 那么说到这里 张轩为什么反复地画国国夫人 也就有的可说了 这是当时的热点人物啊 所以这本人是不幸运的 我们下车的转发 我们下车的转发 感谢观看